因為從來都不愛跑步 然後我克服了身體上的問題 然後做了這個意想不到的事情 去年4月靠著意志力 Selina在台北完成21公里出半馬賽事 當時還貪潤在張誠中懷裡 和阿忠結束婚姻後 Selina也更熱衷於跑步 甚至出國參加馬拉松的賽事 要不要坐下來為什麼要哭 而且這麼早才哭 根本已經坐下來很久 然後也吃飽了 然後就在那個放鬆 就覺得很最想哭 Selina哭成淚人兒 到美國舊金山參加半馬 她說自小運動就是她的招門 加上燙傷後皮膚不能散熱 跑到16公里就覺得身不如死 完全靠意志力苦撐 晚上她這邊有很多夜市 夜市然後大家就可以逛街買東西 Selina邊跑邊直播 到里月奧運觀賽 不忘找空檔在海邊奔跑 全程臉不紅 騎不喘 而Selina明年會有更大的運動計劃 目前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是真的的話就祝福她 我知道是她現在在LA工作 然後她非常享受在她的工作中 我們平常都會互相訊息 然後也知道她現在在那邊很開心 就是在LA 就是很開心啊 阿丁的問題可能就是 對我也沒有辦法代表她發言些什麼 真的很抱歉 希望媒體大家大眾都高台貴手 Selina的妹妹任容萱與好姐妹 Hippie都表示 Selina在美國狀態很好 心情不受影響 而任容萱明年也會跟Selina 在台灣做一個挑戰自己的運動計劃 希望以正面健康的形象 面對人生記者黃家瑋李一會台北報導